今天我们这课的内容是轻易与党故 那么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了东汉的后期 我们叙述东汉后期的政治 东汉后期的政治 这个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世人在政治上开始发挥 显示他们的重大影响 在外戚 宦官 轮流专权于朝廷之时 社会上的另一个势力就是世人群体 他们逐渐增大着他们的政治影响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世人群体的发展 他们在战国时代 在社会上形成为一个阶层 在秦朝遭到了焚书坑谷这样的沉重打击 在汉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渐复兴 那么这个阶层逐渐开始壮大起来 汉夫他们只是齐鲁地区的一小批儒生 但是随着汉武帝逐尊如树 明经入世者源源出现 不断地进入朝廷 这样就带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这个到了往往篡权的时候 儒生已经成了朝廷上 企图篡位者 着意拉拢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了 我们给大家显示了 在往往篡权的时候 他已经见到他的最大努力 比如从各地征召了 有特殊才能的世人数千人 在京师呢 他对太学扩大名额 把这个太学的规模 扩大到了一万多人 往往变法 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是到了东汉初期 儒生在政上的影响继续上升 首先是统治者 他们大多数都有儒学背景 这是我们上一讲 刚刚讲过的 其次呢 就是统治者 对学校教育 对社会文教 也尽了相当的努力 予以扶植 这样呢 世人群体就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了解 为什么在东汉后期 会出现轻易党固 这样重大的政治风潮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 世人这个阶层 在东汉的发展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看 光武帝修起太学 基氏古典 他继位不久 就着手建立太学 昔日的太学是在长安 那么东汉定住于洛阳 所以明治为东汉 那么文化教育的中心 也就转移到了洛阳 本来 汉代的政治格局是 关西出将 关东出向 关西呢 是政治统治的中心 也是军事力量的来源 而关东呢 从春秋战国以来 就是社会经济文化 最繁荣的地方 但是西汉的政治格局 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是分离的 是吧 比如在召开 掩铁会议的时候 关东的那些官僚 他们就指责这些 地方上所来的邪良文学 他们说你们这些 关东人不懂政治 那么可见 关东和关西 在观念上 存在着某种隔阂 东汉呢 把首都放在洛阳 那么政治统治的中心 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 合而为一了 那么这也意味着 某种 就是在空间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事情 汉明帝 同样纵事儒学 亲临太学 到太学中行礼 而且参与太学的教学和研导活动 他坐在教习上 亲自为学生讲解如经 当时的官员和学者 这个在现场 以及在太学前面 聆听汉明帝讲经的 据汉书 据后汉书《如临传》的说法是 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那听着 皇帝居然到学校来上课来了 这可谓是一直的盛事 在西汉还是没有过的事情 到汉章帝的时候 皇帝大会诸如与白虎观 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 对如经和如学加以研讨 称为考乡同意 连月乃霸 最后呢 把研讨的成果 编为一书 称为白虎同意 白虎同意一书 也是我们了解西汉如学的 一部重要的原始史料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在东汉中期的时候 一度出现了如学的衰落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和如生文理之争 有着某种关系 但到了汉顺帝的时候 情况又有了转折 汉顺帝更修 更修红宇 繁琐构造240房 1850室 又大规模的 在太学里面搞这个图谋建设 建设了大量的校舍和讲堂 到了汉环帝的时候 游学增胜 至三万余生 那么东汉的太学 由此达到了他的最胜之时 因为在西汉之末 往往改革太学扩招的时候 是达到了一万多学少 而在东汉的末年 达到了三万 太学生达到了三万余人 这个数量呢 在古代世界中 是相当可观 因为我们知道 这时候是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在世界史的范围来看 当时这个地球上 洛阳这个城市 也无疑的 无可置疑的是一个文化的东西 当时洛阳的人口 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在古代世界 也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了 可是我们看一看 游学增胜至三万余生 就是说 在当时的洛阳城里 每十个人 就有一个 是大学生 咱们可以拿北京 比方一下 现在北京是一千多万人 是吧 假如每十个人里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话 那几乎你出门 见到的人有一多半 恐怕都是大学生了 就会给你那样一种感觉 我们了解 仅仅太阳生 就拥有这么大一个规模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为什么后来会出现 轻易党固 这样的大规模的 世人与朝廷的对抗 它是以世人的群体的 巨大规模 以及政治影响 为基础的 首都洛阳 有这么多太阳生 那么各郡国 大家也可以估算一下 比如说 我们假设美郡 以最低 我们设想有一千个 独生的话 那么天下会有多少人 是吧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郡国学校的情况 是这样的 后汉书如临传 用这样的话来叙述 若乃今生所处 不远万里之路 精如暂见 迎梁动有千百 就是说 在哪里出现了一位精师 立刻就有学生 不远千里 不远万里 到这来拜他为师 精如也就是民间学校的意思 这个学校刚刚修建起来 那么带着干粮 带着口粮 到这来求学的 就有成百上千的人 其其名高义 开门受徒者 鞭蝶不下万人 所谓蝶 就是花名册的意思 那么教师的门徒 弟子 都是记录在名册之上的 这个叫鞭蝶 那么其名高义 也就是著名的教师 他门下的弟子 可能会达到上万人之多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吧 可能有同学会想 这是不是夸张呢 但是我们看一看 如临传的后文 那么我们就能看到 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后汉书如临传记载 曹征有门徒三千人 未应弟子自远方至 诸禄数千人 诸禄也就是鞭蝶的意思 有个叫牟掌的经师 弟子长千余人 诸禄前后万人 就是他门下的学生 一般都能维持在上千人左右 这就是民间学校了 是吧 民办的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 这么一波一波的教下去 他这一辈子教了上万名学生 这是非常可观的 这样的记录 我想现代大学里的老师 都达不到 是吧 我也特别希望这样 这一辈子我教出一万个学生来 不过我算了一下 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比如说我这一个班上 也就六七十人 还有另一名课 有一百多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能教到上万人次 但是我们看 在东汉的时候 这样的老师 还不止一人 比如张兴也是如此 弟子诸禄且万人 那么最高的记录 在现代社会的话 就会列不知道会不会列入 那个迪斯尼记录的 门族长千人 其诸禄者万六千人 我这是一位非常幸福的老师 是吧 曾经带过这么多学生 为社会文教师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画面的左下角 大家看到的这个画像砖 就被认为是 这个东汉的奖金画像石 东汉的经师 他怎么上课呢 就像画面上这样 大家也不妨和今天的课堂 做一个对比 那么是很不一样 是吧 老师坐在这儿 这个奖 那么周围有弟子 手里看着还拿着这个课本的 课本是竹简 一卷一卷的 是吧 在那儿 在听讲 当然 可能我的同学会质疑 这老师的上 他一周得多少课时 是吧 能教这一万六千人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听我的另一门课 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史 其中有一讲 就是那个学校与文教 的这样一讲 古代的这个时候的学校 是老师讲给弟子听 弟子也讲给门人听 就是高年级的学生 讲给低年级学生听 他采取这种办法 这个下面我们继续叙述 东汉世人的发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成千上万的学生 聚集于太学 和遍布于社会 他们必然会形成一种 特殊的政治势力 而且学生 这样一种政治势力 它在传统社会中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我们甚至可以说 它是很有现代性的 很有现代性的 正如中国政治制度 是早熟的一样 相似 与此相似 那么中国文化 中国的文教 也相当是早熟 比如在学潮 学生运动 这种事情 在很多国家 都是一个近代现象 或者现代现象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在很早的时候 就出现了 因为学生 聚集在一起 人数逐渐增多了 他就产生了一种可能 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结合起来 然后做一个特殊的势力 来表现自己 在西汉后期 就出现过太学生 干正之事 当时有个私立校尉 叫豹勋 他围观正直 曾经被老百姓的 这个 七死七亡的痛苦 而大声嘻呼 可是他得罪了权贵 结果被 投放到监狱里去了 当时就有一个博士弟子 叫王贤 举翻太学下 打着标语 在学校里 号召同学们集合起来 到朝廷请愿去 说欲救报私立者 在这集合 结果一下子就集合了 学生上千人 那么拦住丞相的车马 并且向皇帝上书 这样报宣得以点缀 这个事情发生在西汉后期 那么它是一种 非常前所未有的 一种政治斗争方式 是吧 也显示了一个新的政治势力 以它特有的 这个面貌出现在社会之上 所以我们说 在很多国家是一个 学生运动是一个近代现象 但是在中国 就不是这样 它显示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 有它早熟的 这样一个特点 东汉后期 随着太学规模的迅速增大 社会的风气 这个太学的风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看《如临传》的这个叙述 从游学征增胜至三万余生的时候 那么太学的风气呢 也变了 张聚建书 什么是张聚呢 它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一种方式 而多以浮华向上 就是这些学生啊 他们研究《如临传》经典解释 这样埋头做学问的 做一名老儒生的这种人 少了 大部分的学生开始浮华起来 儒者之风盖衰矣 那么 各种史料都显示 东汉的太学里出现了 活跃的所谓浮华教会的现象 浮华和教会呢 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 后来一直到了曹魏的时候 曹操这些皇帝都在打击浮华 什么叫浮华呢 在当时他们特指 世人不在埋头读书 而是投身于交友 投身于聚会 用我们今天的话 投身于社会活动了 他们讨论文化 或者讨论政治 互相交友 而且当时整个世邻都是如此 就是我们阅读东汉后期的史料 我们经常看到海内士林 这样的一个提法 海内士林这样一个提法 那么这样一个提法 在秦肯定没有 在先秦更没有 为什么呢 先秦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时代 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吧 诸子百家他们又不是一个学派的 他们当然不会在一起交友了 那么 在西汉以来 如则参政 他们在民间这种交友活动 也不突出 但是到东汉时期呢 这种海内士林 浮发交汇的现象 成为社会上一道 亮丽的送领线 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它反映了当时的世人 已经在社会中 开辟了一个特殊的活动空间 就是世人的活动空间 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名士 他们成为世人交往的中心 比如有一个叫郭泰的 就是这样一位名士 他到洛阳去见李英 李英虽然是河南隐 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 但是他也是一位名士 那么这个 这两个人一见如故 李英对郭泰 这个也是高度的赞许 那我们看史料所续 英大齐之随相友善 于是名震惊师 郭泰也是顿时升价百倍 这两个人就成了 士林祖墓的中心和交友的中心了 后来呢 等到郭泰要从首都返回乡里的时候 我们看看 一观诸如送诸和尚 在黄河边相送 车数千辆 林宗 林宗也就是郭林宗 也就是郭泰 唯欲礼应同舟而己 纵宾望之一位神仙言 那么一位神仙言 这是当时世人的 观望的世人的一种心理 是吧 这个 那么他们就成了 士林祖墓的中心了 当时的李英 也是声望甚高 如果能够登李英之门的话 就被称为登宫门 也是身价百倍的 李英也是当时著名的名士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名士 现在在北京 如果有社会名人去世的话 在八宝山举行葬礼的话 告别仪式的话 发了报告就有很多人 到那去告别 是吧 那么古代也是如此 而且尤其是东汉 我们不是所有的时候如此 东汉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从一位名士去世之后 世人为他会葬的情况中 也能看出当时这个士林活动 活动的规模 以活跃程度 明士陈氏族 海内附者三万余 楼望族 门神会葬者数千人 黄穷归葬江下 四方明豪会者六七千人 那么郭泰的名声非常值大 郭泰族有万数人来会 就是名人一个名士去世的 然后各地四面八方的人 分分钟各地赶来 为他举行葬礼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 他也是世人 世人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互动 进行交流的一个原有 一个由头 像这样大规模的 为名士赴葬 也可以旁证当时的交流规模 那么世人的浮发交汇 他们都聚集在一起 干嘛呢 就是清谈 这个时候的清谈 还不像微禁以下的清谈 微禁以下的清谈主要是谈选 东汉末年的清谈 内容非常广泛 讨论政治 讨论文化 讨论民生 以及讨论世林中的人物 都在清谈的范围之内 清就是高雅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清谈之中 包含着人物品题 人物品题的大厂内容 东汉世人 他们文化兴趣的一个焦点 就是人物评论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以大家到了微禁以下 就会发现一个特点 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 微禁明示这样一个提法 对吧 那么为什么在微禁的时候 能出现明示现象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的世人 特别优秀呢 当然也并不是 一定是这样 它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社会人推崇了它 是吧 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况 就是这种世人受到特殊的推崇 整个社会的视线 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 都在评价他们 讨论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明示的 成为意识名流了 而这样一个现象 是从东汉后期就开始了 那么世人这种人物评论 它意味着一种 世人的文化影响力的增大 就是世人 他们的身价 他们的才能 他们的德行 他们的表现 成为社会议论的中心了 而且还发展出了 各种各样的评价的形式 比如清禅是其中的一种 此外还有两种 就是风谣与品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风谣呢 就是一句五言或者七言 或者四言的寓语 用来概括某一位名士的 风貌特点 比如大家知道苏文姐自己书 是吧 他的作者是许许慎 那么他的字是许书仲 当时的人非常钦佩他的学识 就给他编了一句风谣 叫五经无双许书仲 这句话是押韵的 大家看一看 第四个字和第七个字 双和重 在古音读起来 是押韵的 还有一个叫邵训的 他的品格为人称道 于是又有了一句风谣 德行循循邵伯孙 类似的还有五经分伦 景大春 这个伦和春是押韵的 关西夫子 杨伯企 昨天我们讲 外戚与幻阔轮流专政的时候 提到了邓太后 是吧 他礼敬名士 其中就包括这位杨振 杨振的名声非常之大 号称关西孔子 这是风谣 这都是七言的 同时也有五言的 也有四言的 那么品题呢 品题就是一句评语 这句评语呢 往往是用名士做出的 所以它特别有影响力 为人所传颂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李英 那么李英自原理 这个社会上对李英 有这么一个评价 是目李原理 寂寂如尽松下风 李原理他的这个正直 这个欲邪恶 做斗争的时候 勇敢无畏 得到了世人的赞扬 人们用这个 尽松 来赞扬他的这个 品格与风采 就寄记住尽松下风 那么这个木 就是看的意思 在当时也叫题目 品题也称为题目 另外呢 还有这个黄线 这个黄线 郭泰 给黄线一个题目 或者给他 或者说给他一个品题 说疏度之气 汪汪汪 如千顷之悲 诚之不清 扰之不拙 这是一句很崇高的赞扬 一说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非常贴切 也非常有全文性 于是也被人之传宗了 这还有一句品题 是给曹操的 智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在中国历史上 曹操被称为奸雄 而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观感 其实是来自汉默的品题 汉默呢 这个 鲁南郡 有许少和许静 两兄弟 这两个人都有高明 他们也是 时代风潮的一个引领者 什么风潮呢 共和论相当人物 特别喜欢人物评论 每个月 还要重新评价一次 因为中国人的看法 就是人的德行 它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能变得更好 可是一下方程思想改造了 就可能犯错误 所以经常要变化 讲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 这个时候有一种选官制 叫九品中正制 大家中学都是学过吧 这个九品中正制呢 就是说 由中正对人的道德 进行评价 然后给定出品来 用量化的方式 评价人的道德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呢 你表现好的话 这个品会上升 表现不好的话 这个品会下降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们可以分析啊 它的立主点 就是我刚才我所说的 人的德行会发生变化 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 那么就随时 根据它的变化情况 重新给予评价 那么许照许静就是如此 每月则更新品期 上个月评了 意思是说 这个月还是债评 看看这个月表现 好不好 故辱难 所有月诞评言 那么这个月诞评 就成了一句成语了 比如大家读古书的时候 如果说某某某 对某某人有月诞之词 那么这个月诞之词 就是品评的意思 月诞本来是指 每个月初一是吧 因为许照许静 他们特别有性质 每个月评一次 那么他们这个月诞之评 就成了一个品题的代称了 由于许照在人物品题上 非常有名 那么也引起了曹操的兴趣 曹操曾经悲词厚礼 请求许照 也给他一个题目 许照看不起曹操的为人 因为曹操他有宦官家族的背景 这一点上一讲 我们已经指出了 这个曹操呢 就钻了一个空子 趁着一个什么机会 就挟持了这个许照 意思你不给我一个品题 你就没好 今天你就帮想走 这个许照没办法 他说好吧 那我来评价一下你 那么就有了这十个字 你呀 就是智识之能臣 乱识之奸雄 在汉默的品题中 郭泰的名声是最大的 号称人贫 太之所名 这个名也是动词 太之所名 人贫乃定 先言后言 纵结福之 据说郭泰看人看得特别准 他一看这个人 他说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怎么样 比如他这个人看着不错 但是将来 其实他不怀好心 将来恐怕又出事 或者这个人 你看起来不起眼 将来他能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物 结果他说的话 后来都往往都应验了 这也是很奇怪 其实我们也知道 预言能够干预未来 对吧 预言并不是真正的未来 真正的预言 就预言本身就会影响事物的进程 这个郭泰呢 在汉默的名誓里 一个由于他与李英的交往 获得著名 再一个就是由于他的人物品题 而在汉默获得了一个极高的声望 据说这个 郭林 这个郭泰 郭林宗 他平时喜欢戴这个头巾 古人说的头巾 不是今天的手机那种东西 所谓戴的那个金子 就是帽子的意思 他遇到下雨 结果有一个脚就塌下去了 可是当时的世人都非常敬爱他 一看着他的帽子是那个样子 都把自己的帽子都弄成那样了 号称林宗君 刚才我们谈了那个汉默世人的风貌 谈到了这个人物品题之风 下面我们再谈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就是不应必举 不应征立 在东汉后期 随着世林的发展 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朝廷这个必招征信 世人去做官 或者地方长官来查举世人做官 很多世人谢绝 不应必举 就是他官长来请的 做官他不去 这个现象 也是普遍的出现了 那么这在古代世界里 也是非常稀罕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魏祝 不应周军之命 大将军良绩 必不救 还帝公车被礼征 致霸凌称名归 皇帝来请他来了 他没办法知道上路了 可是到了霸凌 说我有病 又回去了 是吧 大家看看这个汉默世人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假如胡锦涛总书记来找我去 是吧 我到了东南海门口 我说我有病 我又回北大了 那么大家会是什么观感 可是汉默世人 他就是这样 是吧 我们再看杨后也是 不应周军三公之命 方正有道 公辙特征 皆不救 周谢举贤良 举孝联 贤良方正 皆以积辞 徐志 这个是号称徐如子 吕毕公辅不起 宰相来请他做官 他不去 陈三为太首 以礼请属公曹 就地方长官呢 请他做组织部长 这公曹是负责 在郡府里负责官员任命的 继业而退 他为了表示礼貌 到这来 拜访了一下又走了 藩在郡不接兵客 为志来特赦一踏 去则悬之 这个陈三也非常敬重这个徐志 专门给他设了一个 一张床 他来了就把这个床放下来 他要是不来 这床就挂下来 大家读过 唐王歌序吧 陈三下徐如之踏 是不是 就用的就是这典故 后继有道 加败太元太少 那么 这个 本来他就一介平民 朝廷直接就任命 他做了一个 省级或者市级的长官 然后他也不干 他居然就不接受 接不救 所以这个徐志徐如子 是东汉的一位 有名的这个诗人 今天的南昌市 还有一个如子庭 这个宋代的诗人黄庭坚 还有一句诗 替如子庭 百无可能无如子 黄唐不是欠陈三 江公 江公 诸公征家毕命 接不救 分出番 俊遭主步不行 太位黄穷 辟不救 居有道不救 大将军何进 连征不救 我们再看法真 毕公府 举贤良 皆不救 顺地虚心欲智 前后四征 随森字隐绝 他躲得更远了 那么我们就看 是不是这个中国 中国这个时期的世人 他特别高尚 看淡 功名利路呢 我们如何看待的 这样一种现象 也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就是说 什么是世 我们讲张国世人的时候 谈到了 汉书的一个定义 就学以居位 约世 对吧 那么世 是把做官 看成他人生的常规性出路的 孟子还说 这个世之世也 如 由农夫之耕也 那么为什么到了东汉的后期 出现了这个世人不做官的这种现象呢 也就是隐世现象 是吧 隐世文化是中国文化的 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一个侧面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 是如何产生的呢 他为什么在东汉这个时期 就特别突出呢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觉得 要是从那个行为主义的角度 来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会 就采用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人在采取一个行为的时候 他毕竟 也期望着某种 心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是不是 那么一个人拒绝高官后路 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当官就是最好的出路 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考公务员不是那么火爆吗 是吧 但是在东汉时期会出现了拒绝高官后路的情况 那么他必定意味着对这些世人来说 他选择了隐世生涯所得到的 所给他的心理满足 比如他所能得到的社会声望 可能比起做官来 足以抗衡 是不是 就是这方面的权衡 注意抗衡那方面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满足感 或者是行为选择 也必然是一种社会评价 体系为基础的 就是他预期 我采取这种行为 在社会评价的很多人心目中 他会就加以赞扬 确实也是如此 这些人越不应征闭 他们的声望越高 那么我们假如说 在不存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体系的社会中 你这种隐世的行为 没人把你当事 你不当官 不当官你自己不当 是吧 比如说 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北方有鲜卑社会 还有匈奴社会 在这个时候你说 在鲜卑或者匈奴社会里 你说我当个隐世 谁把你当事 是吧 你傻呀 脑子有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他必然是 你会采取这种行为 你能得到心理的满足 有成就感 预期自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得到社会的肯定 或者最少 我自己肯定 我自己 我尊重 我自己 那么 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样一条 这样一个道 选择这样一个 做出这样一个人生选择吧 所以这个不应征闭的现象 他意味着什么呢 世人的人物评价 世人在决定社会声望 决定社会地位上 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是不是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 因此不应征闭的这种现象的普遍 实际意味着 世人这个群体 或者视邻这个活动空间的影响力的增大 影响力的增大 他意味着这样一个情况 确实是在这个 东汉末年 我们就看到 在士林的交际圈中 交由得名 往往比王朝的官军 更能保证人的社会地位 甚至有这样的现象 曹廷的三公府 在任命国员的时候 他要到士林里来征 征求民事的意见 你们看哪个人不错 我好招待当官 当时的民工俱卿 地方长官 都以自己的辅宗 有名士为荣 他千方百计的 再拉几个名人来 到我这来做官 他提高长官的生价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应征辟 反而就成了一道 成了一个社会的 一个风景线了 东汉名士现象 这个 确实是很有特色的 那么这样一点呢 顾炎武也看到了 他对两汉做了一个比较 指出了一个现象 叫东汉众明节 那么赵毅在 后来赵毅在二十二史扎记中 也提 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照 就是东汉众明节 东汉人特别众明节 顾炎武的说法 他说你看西汉 史之所禄 无非是一些功名势利之人 比扎喉舌之辈 不是一些军人 就是一些刀比利 在政坛上活动着 但是到了东汉呢 就不一样了 由于光武帝 尊重节义 尊历明时 所举用者 莫非精明行修之人 而封出位置一变 东汉的世人 他们在政治上 非常之活跃 形成了东汉众明节的风气 那么赵毅也是这样的 这样看 殉至中汉 其风亦盛 盖当时 见举争辟 必采凝郁 都是根据社会名望 来认官的 故凡可以得名者 必全力复职 智杰之士 好为苟难 物欲绝出留位 已成着色之行 就是当时的世人 特别喜欢 采取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为 来表现自己 那么形成了一种纵明节 这样的社会风气 这些纵明节 包括什么行为呢 赵毅举了很多例子 二十二十扎记眷武 东汉上明节一条 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 院属为长官 周旋于生死患难之间 这是一种 比如呢 让官让绝 把官绝让给自己的 比如说 让给自己的弟弟 或者让给别人 比如轻生报仇 为父母报仇 为兄弟报仇等等 其实这还不很全面 因为很多士大夫 以清廉正直来自我勉励 杨氏家族的杨炳 自称三不惑 不惑于酒 不惑于财 不惑于色 还有特别突出的 东汉纵明节 就是世人在抗争 邪恶的时候 舍生取义的高昂气魄 在这样一点 后韩记的作者 袁洪 对东汉后期的世人 给了一个崇高的评价 他们纵明节 当时的政治日益腐败 是有一批士大夫 他们抵住棕流 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当时 洪如远至 高薰皆行 激阳风流者 不可声言 而思道莫振 文武灵罪 就是在那些宦官 这个黑暗势力的压制之下 这个儒生之道 得不到弘扬 这个 世人遭到了朝廷的迫害和打击 思道莫振 文武灵罪 再朝者以正义应路 谢氏者以党故之灾 遭到了朝廷的迫害和打击 但是 网车虽者而来枕方求 这八个字就是前赴后继的意思 是吧 前赴后继的意思 所以清而未绝 清而未颠 绝而未溃 帝国纳上 已经遥遥欲罪了 但是还没有塌下来 靠的是谁呢 就是这批正人君子 智识人人 在支撑着这个社会 成为这个社会的抵住中流 其非人人君子 心力之为乎 呜呼 袁洪 对汉末纵明节 给了一个最高调的赞扬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进入第二部分 就是清于党故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话题了 首先我们谈一谈 是叙述士大夫与宦官的冲突 一方面 这个世人在东汉后期 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那他们随即 这个群体就要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这些世人 主观上 他们是维护帝国统治的 可是他们自由的交友 义政 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专制皇权 所能控制 所能容忍的范围 我们说这种现象很有现代性的 也含有这个意义 那么传统专制主义 这个政治统治之下 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 那么随后 发生的大规模的冲突 就事所难免了 环帝利用宦官灭掉了外戚粮食 但政治上并没有因此好转 这个天下又成了宦官的天下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清流士大夫挺身而起 掀起了清义的风潮 继外戚之后 成为新的一支抗衡宦官的主力 我们看后看书党故列传所记 歹还陵之间 主荒正谬 国命伪于烟寺 世子修与伪伍 匹夫亢奋 处世横溢 随乃激阳名声 互相祈福 品和公卿 财良执政 性质之风 于私行仪 当时的太学生 三万多人 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领袖 就是郭太和贾彪 郭林宗 贾伟杰 为其官 为其官 他们与朝廷上的清流 士大夫解成政治联盟 并与李英 陈藩 王畅 耕相保重 他们互相赞扬 去抵制宦官势力 在学校中 太学生们 他们编出了很多口号和歌谣 赞扬那些正直的士大夫 学中语曰 天下楷模 李远礼 不畏强欲 陈仲举 天下俊秀 王淑茂 这是三句风谣 我们说过 这风谣都是押韵的 是吧 比如天下摩凯 李远礼 这个凯和礼 就是押韵的 不畏强欲 陈仲举 欲和举 就是押韵的 天下俊秀 王淑茂 秀和帽呢 在当时也是押韵的 比如西汉的秀才 在东汉叫什么呢 叫茂才 是吧 又渤海公族进阶 扶风未及清 并威严深论 不饮豪强 自宫庆以下 漠不为其贬义 洗缕道门 朝廷的官僚 面对着这个 暴风骤雨般的 清义风潮 都是胆战心惊的 纷纷去讨好学生 他们担心 遭到这些学生的攻击 都穿着草鞋 不敢穿漂亮的衣服 穿着鞋 也就是不乘车的意思 不敢显示自己的富贵 不行 到学生那里 就是讨好他们 以免他们的攻击的矛头 制到自己的身上来 有一位政治的官僚 叫朱木 在他担任基柔刺史的时候 与宦官发生中途 当时宦官赵宗 在归乡埋葬附近时 有制造金履 御医的非法之举 那么朱木呢 对他毫不留情 把他坟墓挖开 把他棺材给劈开 把这个金履医给收缴了 这个而且 把这个宦官赵宗的家属 都收集于监狱之中 宦官听着这个消息 大怒 向桓帝告状 桓帝 于是把朱木 输作左校 所谓左校 就是一所特殊的监狱 由宦官控制的监狱 进了这所监狱 就要服苦役 就要服苦役的 那么 太学生的于是 开始回击 马上就出现了 反弹 太学生刘陶 汇集了数千人 向朝廷请愿 在请愿中 慷慨臣词 谴责宦官 我们看看 这个谴责的 这个语词 中官尽习 窃士国柄 手握王爵 口含天线 这个窃士国柄 手握王爵 口含天线 在后代就成了谴责 宦官专权的 常用语了 在 环帝不得已 只好把珠穆释放了 最后又有一位名将 黄甫龟 他也是受到学生 支持和赞扬的 黄甫龟 由于得罪了宦官 也遭到了陷害 也论书作孝 这个时候 太学生张凤 联络了三百多人 义确 义确 请愿抗议 使黄甫龟 得到了赦免 当时的太学生 最敬重的 就是李英 陈藩 王畅 等等 李英的名望最高 李英 曾经在边防线上 浴血苦战 让鲜卑望风归服 他也曾经因惩治贪官 结果反而被宦官 俗作作孝 在他做私立校尉的时候 打击宦官 依然毫不留情 绝不手软 宦官张让的弟弟 野王令张作 贪餐无道 居然残杀孕妇 畏罪逃入京师 尝到了他哥哥 张让的家宗 而且怕藏的不严实 尝到一个柱子 空心的柱子里了 李英知道了这件事 率领 将力 冲入张让之家 把柱子抛开 把张作给逮出来 在洛阳狱下狱审判 升之依法 受此弊 即杀之 这么一来 那些宦官中常事 对李英 怕得要死 使称 说这个诸皇门常事 皆居功摒弃 修墓不敢付出功省 修墓的就是修假的意思 这个唐朝是十天一修假 大家读唐王阁序 有十寻修侠 胜有如云 是吧 这十寻修侠就是十天一修假 那么汉代呢 是五日一修墓 每五天 放假一天 我们今天是每七天 用的是西方的办法 那么五日修墓 这些宦官不敢出 不敢出宫殿 出了门 因为他们每人都有劣迹 生怕一出了门 就叫李英给逮了去 当时皇帝很奇怪 说这放假了 你们怎么不走 怎么还在这待着 他们都叩头 向皇帝说 为李校尉 我们害怕李英 害怕私立校尉李英 所以当时的士大夫 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 实称 室友背提荣结者 名为登龙门 能见了李英 得到李英的 能和李英成为朋友 能和他交往 大家都认为非常之光荣 其他的士大夫 他们在打击宦官 非法行为的时候 也毫不留情 所以赵义有见于此 曾经有这么一句观感 东汉士大夫 以气节相上 故各奋死 欲积住 虽赞中灭族 有不顾言 舍生忘死 与宦官抗争 宦官徐皇 的侄子徐轩 做宪令 他想娶一个民女 这民女不从 他就干脆 就把那民女杀了 东海向皇福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收集徐轩的家属 吴长少 不管老幼 一律都加以拷打 应你犯的罪恶 实在是天理难容了 当时的下属 都非常之担心 说徐轩这人 你是惹不起 有后台 在朝廷的宦官 会来报复的 但是这个皇福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徐轩 徐轩国贼 今日杀之 明日作死 诸以明目以 他说这个人 就是我们民度国贼 我把他不杀的 不注意平民善 我把他杀了 将来我哪怕受到报复 我死 我也觉得值了 我也可以明目了 我绝不能容忍 这么一个白类 再继续存在着 都由张俭 举咒宦官侯懒 其家之贪吃 这个 因为侯懒的家在山阳 一向残害百姓 为非作胆 那么张俭 打击侯懒的家族 特其种宅 吉莫及家宅 把坟也挖了 把他这个房子也扒了 把他财产全给他没收了 我们可见 当时的那个宦官 与士大夫的从俗 非常之激烈 这些士大夫 也采取非常激烈的手段 与这个宦官抗衡 所以当这个 后患书党故列传 在叙述这些士人的时候 定脏体 穷是非 处万乘 灵清相 处万乘是谁呢 万乘是谁啊 皇帝 对皇帝的这个 不义之举 这些士人 他们照样进行批评 所以我们说 东汉末年 这个士大夫 他们这种 这种气势 是非常之高昂的 用顾炎武的话 说中国古代 士气最盛 士气 就士人的气势 气魄 士气最盛 士气最盛 自先秦 百家争兵时代以来 就是东汉末 就是东汉末年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 休息五分钟 然后再接着讲 嗯 嗯